你也看见了 这两个人 莫名其妙地笑了一晚上 够顺能的 是有点奇怪 你爸前两天还在抱着 震雷不争气 怎么今天晚上 就变得没来眼去了 爸 说不定是爸 今天和震雷在一起工作 朝夕相处的 发现我们震雷身上不少优点 虽然而然就喜欢上我们震雷的呗 能发现他优点的 恐怕只有你爸 妈 你吃这个 走 走 来 挺好吃的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用 好 你再来一遍 好吃吧 好 宇晴 医院帮你联系好了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吧 好了 没事了 根据对您的眼部检查 我发现您双眼的视网膜周边有裂 并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视网膜脱离 简断很明确是孔原性视网膜脱离 必须尽快手术 可是这段时间我并没有感觉到 我的视力有明显的下降 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那是因为脱离的部位 距离您的黄斑区比较远 所以你的视力没有明显的下降 但是一旦你的视网膜脱离范围 影响着黄斑 你的视力会很快下降 甚至失明 根据您的病情 从现在开始必须停飞 学长 上午的病人都看完了 那你们吃饭去吧 好嘞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这里 好 到这边来吧 你的情况呢 考虑到你的职业 还是马上手术吧 这个手术的治愈率是多少啊 手术嘛 都会有一点风险 如果第一次手术 视网膜不能复位的话 我们再考虑第二次 第三次的手术 但即使第一次手术成功了 也有可能 不会百分之百 恢复到你原有的视力 这个 你还是要有点心理准备的 我明白了 那请您尽快给我安排手术吧 治疗的过程中呢 也需要你的积极配合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对你的病情 还是很有帮助的 不过啊 我看你很淡定啊 这应该是你的职业素养 造就的性格吧 我们在航路上 经常会遇到雷雨和颠簸 但雨后总会有天行 我还没飞够 还想继续飞 我们在航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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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飞够 这一块开心 在忙吗 今天我会准 对不起啊 刚才电话放进音了 我都没听见 那我是不是打扰你了 没有 都开了一个多小时了 刚好出来休息一会儿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没有啊 我 我能有什么事 我能觉得怪怪的啊 说 到底怎么了 我 我就是想你了 我的天哪 女朋友撒娇的感觉太好了 你 傻子 一级中心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 顺利吗 顺利 好几个在国外的同学都特别坦兴 你要回来呢 那恭喜你 就是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好想你啊 等我忙完这阵子 一定好好陪你 对 徐主任 嗯 杨医生请您进来 好 忙着了 嗯 没关系 那你去忙吧 你不用管我了 好 那你早点休息 晚安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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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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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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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